来看看新闻吧 我真的觉得现在这种天气 如果能够拍一辈子的戏 就怨了 我们刚来的时候 对 很冷 是吧 我真的觉得这种天气 如果不拍戏 真想不出来还能做什么 刚刚才说享受工作 专业刘凯薇就拿起了剧本 埋头蒙背起来 对戏时背 休息也背 走路时还在背 尽管如此 苦背剧本的刘凯薇 还是免不了吃螺丝 你宽容 善良 周到 聪明 这些都是别的队员没演的 不仅仰将台词里的排比一个不辣的同中拿下 大段大段的对白也让两位主演犯难 这就是科科 对不起 这就是科科 还没说完 一场戏下来 刘卡维说得早已口干舌燥 读书的时候我是理科生 我最怕就背书 但结果这就进了一个要背台词的行业 我必须也是有长段的词 必须得提前一两天来背 要不然我们的这个都是大段大段的 临时看我还真记不住 我觉得凯薇背得很快 他基本上都是看两下 尽管大量台词让两位主演焦头烂额 刘卡维与隋俊波在片场却不忘苦中作乐 可是一个原本温馨浪漫的拥抱动作 在这两个人演来 怎么就有种说不出的别扭呢 这头刚闹完 那头导演讲戏时 两人又情不自禁地互相开涮起来 这种感觉是给你发心踏实 我未来一定有个交代的 好 走 记得不要空服示着 谢谢 眼看隋俊波占了上风 刘卡维怎能藏着自己的搞怪本领 不露一手呢 小心 别忘了写信 等的时候记得穿衣服 你别忘了戒毒 蹲下太久 不要马上起来 上厕所 坐车接拜案 就连换完衣服摆好机位 导演一声令下预备实拍时 这俩人还是不肯老实 你一抱个背 再摸他胸 给位置 金莫老师给位置 放个位置 好 片场刘凯威与隋俊波总是热衷互掐 下了戏 刘凯威瞬间感叹 世界千见了不少 本身 天天拍完回到酒店就 突然觉得这个世界很安静 尽管剧组里隋俊波总是大大咧咧 一副男孩子气 私底下小妮子却特别细心 距离好友孽心车祸已经三个月 隋俊波不仅在当时 为他到处奔走帮着帮纳 如今身在剧组 他依旧牵挂着病床上的孽心 那天我打电话听说他已经自己能脱离呼吸机能坚持差不多20分钟左右 这样 反正这个呢是需要一个时间的吧 新娱乐在线 航电独家报道